新北市議會國民黨團以席次優勢通過了變更議程 所以把原定是在6月5號的市政總質詢 時間提前到了今天來舉辦 被視為是護航侯友宜提前接受珍州參選總統 而對此侯友宜她也回應強調了尊重議程的節奏 然而正因為侯友宜選總統成為了外界關注的焦點 原本冷清的新北市議會也上演了全武行 藍營的議員王威元被綠營說在議會上面先出手 氣得他決定要報警反擊 市政議題升級到兩岸論述 不論是綠營還是藍營議員 話題都圍繞著侯友宜選總統在打轉 想讓侯市長侯侯準備更上一層樓 國民黨黨團別有用心想提前議程 如今對著侯友宜問政打交道 議會局面縱算也比較平和 因為就在前一天新北市議會居然上演大亂鬥戲碼 好 綠營議員群起走上質詢台 這時藍營的王威元就埋伏在一旁 從左側殺出要護侯 馬上被三人架開 然而纏鬥過程卻被民進黨團說先出手 不過再多的批鬥似乎也無法轉移侯友宜選總統的焦點 議會質詢送上一對防口水面罩和防打頭盔 國民黨陳偉傑希望為侯友宜擋下民進黨政治口水 然而綠營帶尾山見招拆招 直接拿出沸沸娃娃 要侯友宜別再肺炎 原本冷清的新北市議會 如今打得火熱 議員們搭上侯友宜參選話題的順風車 讓新北市議會難得成為全國版面焦點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綜合報導